就不成功了 你们俩 那 什么 你去房间就能放在家里 一会儿吧 更是开始于一个沿海小镇 一个风韵少妇不愿意千里 跑来寻找一个男孩 只不过 这个男孩对他十分讨厌 女人想极力解释 可是对方根本听不进去 碍于在大街上吵闹 影响不好 男孩便叫女人带到了食堂 说道 母亲 你怎么不化妆了 都不好看了 少妇名叫舒芬 这个少年是他的儿子 阿伟 要说这对母子间 似乎发生了不正常的事情 儿子才会离家出走 来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猛生 在以前吧 他们一家三口 过得十分幸福 家里有房也有田 生活漏边 月入几十万 可谓是小康之家 舒芬拉着阿伟的手 想像以前那样散步 可人家压根不愿意 他正宗地表示 我打死也不会回以前那个家了 我和你的关系也回不到从前了 所以你就回到我爸身边 跟他去国外吧 舒芬没有说话 静静地躺下 说了一句 儿子 我渴了 过来和我舍吻吧 阿伟很生气 头也不回地跑了 你要问 为什么母亲会让儿子亲自己呢 还是嘴对嘴的那种 这难道是岛国人的礼吗 在这鸟不拉屎的小镇上 住的都是穷人 这莫名来了美少妇 特别吸引男人的关注 舒芬随后找了个出租屋 住了下来 不久后 阿伟的女朋友英子 来找他玩圈圈叉叉的游戏 可他却一点也没兴趣 说白天做这种事 根本是跟不起来 什么 你以前不是挺喜欢拔露伯的吗 今天怎么不行了 阿伟甩开对方 大口地吃着鸡腿 任凭女孩如何主动 她也舞动于衷 或许女朋友再漂亮 也不如亲妈漂亮吧 自从舒芬出来寻找儿子后 她丈夫老朴 就时不时的打来关心的电话 询问什么情况 只不过言语中 没有一句是关心阿伟的 她想让妻子快点回来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阿伟依旧干着鱼场打杂的活 虽然累且充实 舒芬呢 就经常过去给她打扫宿舍 母子俩算是定居了 这天他们楼下开诊所的大夫铁柱 跑来和舒芬搭讪 两人这一来二去 就间接熟络了起来 然后相伴坐床下海 很显然啊 这家伙就是太久 没见到漂亮女人了 而且是保养的这么好 且又是城里来的 极拼美少妇 是个男人都把持不住吧 上岸后 两人接着又去了铁柱家 继续坦天舍地 聊天内容 无非是生活中的琐事 随后 舒芬去鱼场找儿子 说今晚咱吃顿好的 阿伟看见母亲这两天 和哪个铁柱走得很近 生出了一股无名之祸 她拒绝了和母亲 晚上一起吃饭的请求 说自己有约了 要去找女朋友 随着天色暗了下来 舒芬早早做好晚餐 但喜喜念念的心肝宝贝 却没有回来 她回想起几年前 慕斯二人就像情侣那般 一味在一起 阿伟说 妈妈 我们再做一次吧 反正爸爸今晚不回来 然后当天晚上 他们就发生了不论的关系 两人接吻 抚摸 交之缠迷在一起 卧槽 这是什么鬼畜剧情 你们小日子的家庭教育 真是乱得可以啊 难不成 你们女儿和父亲一起洗澡 也发生了什么吗 隔天 舒芬开车跑到那工厂 质问阿伟 这两天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冷淡 还刻意躲着自己 就连电话也不接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母亲 放在眼里 如果你要是再不理我 我就去找野男人鬼混 阿伟一听这话 立马就怂了 傍晚 他将母亲接到了一艘 废旧的渔船上 两个人在里面 重温了曾经的美好 竟出着彼此 男孩再次回到了 他出生的地方 我操 这段戏 真他们太会三观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导公迷片呢 画面再次转向回忆 当年 母子正爽着呢 父亲老嫖突然杀回了家里 正好撞见正在交够的二人 喂 你们在做什么 你 你不是明天才回来吗 为什么不收信用啊 老嫖简直气疯了 他曾经怀疑过妻子会出轨 但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那个把他绿帽扶正的人 居然会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在那以后 阿伟还想保持这种不伦的关系 但叔父说什么也不愿意了 他深刻地反省了 这不道德的行为 开始疏远儿子 阿伟却将这 视为对爱情的背叛 然后一怒之下 离家出走了 可是 叔父现在又想跑过来 把自己给哄回去 这是闹哪样啊 不是说好了 断了这段孽缘的吗 阿伟告诉叔父 自己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 只想安心地在这里生活 请你以后 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好吗 说完该说的话 解开心结后 俩人手牵着手一起回去 叔父想让他再亲自己一下 结果这羞耻的一幕 被鹰子给看个正着 他还不知道 叔父是阿伟的亲生母亲 权当对方 是个勾以小白脸的老女人 然后 他强行拉走了阿伟 在车上 鹰子告诉他 自己拒绝了 和一个富二代结婚 这倒是因为他喜欢阿伟 为了阿伟 他可以做出任何牺牲 可惜 对于这些话 阿伟一点也不感动 因为他根本就不爱这个女孩 结果当天晚上 那个富二代就不爽了 眼看心爱的姑娘 喜欢的是一个大怂包 他就恼羞成怒将阿伟给狠狠地打了一顿 重伤的阿伟 第一个想到的是 给自己母亲打电话 叔父联盟将他送到铁柱的诊所 进行救治 经过了一晚上的抢救后 阿伟的命只在勉强保住了 醒来后 阿伟很开心 说好久没有吃到妈妈做的饭了 昨晚我梦到了你 咱们还接吻了 叔父看着孩子向自己撒娇 心里也是很开心 随后 一个警察跑过来说 那个富二代已经自首了 请他不要担心被报复 另外 警察故意和叔父说 这家诊所的前女主人 也就是铁柱的妻子 莫名死亡已经两年多了 安子到现在还没有侦破 叔父很好奇 便问起了铁柱 铁柱说 我的老婆出轨了 她是在和别人做运动的时候 心机梗塞死的 而那个小三 正是和我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发小 所以很多人怀疑 是铁柱偷偷给老婆下药 将她谋杀的 铁柱说 她不是杀人凶手 也很爱自己的老婆 但死者一意 随后她将叔父表达了爱意 小手还不自觉地 开始在女人身上抚摸起来 然而叔父却说 不行 我的身体只有一个人能碰 那个是我最爱的人 铁柱问 那个人是谁 叔父就没有再说话了 隔天 铁柱问叔父 你和你儿子关系很不寻常 你告诉我 你们是不是发生过关系了 说出来吧 我不介意的 叔父听吧 博然大怒 你怎么能怀疑我 你要是再敢说出这种话 老年就弄死你 然后自尽 突然这时 鹰子跑来 他已经知道了 叔父是阿伟的母亲 并对上次的无礼 表达了歉意 说想要见见阿伟 叔父对着女孩没有好感 且又是自己的情敌 他表示 我儿子是因为你才受伤的 你他妈给我滚 过了几天 阿伟的伤 渐渐地好了一些 鹰子再次跑来赎罪 并用自己的身体作为礼物 补偿了对方 有了和非血缘的肌肤之亲 现在的阿伟更加坚定了 要和母亲断绝关系的决心 晚上 叔父关心地问阿伟 为什么伤还没好 就到处乱跑 阿伟表情很绝情 让他不要管 自己死了 也和他无关 然后两个人 你追我赶 来到了渔场 阿伟吼道 你精力难产生下了我 为什么在我17岁的时候 又生我的地方迎合了我 竟然选择了这条路 你又为何因为那个男人 要放弃我 叔父勃然大怒 即便这样 我也不会把你 叫给其他女了 然后 两个人打了起来 可是打着打着 他们又全面在了一起 然而刚才这一幕 却被鹰子看到了 他觉得无比的恶心 走 随后 鹰子带着一伙人 拿着臭鸡蛋 砸向叔父 说他作为母亲 不要脸 竟然连自己的亲生儿子 都勾引 很快 全镇上的人都知道阿伟母子的那点破事了 所有人都在他们背后直直颠颠 大骂 草泥芒 只要铁柱没有数落数分 还愿意听他的倾诉 随后 铁柱说 的确是自己下药 害死了妻子 只是他内疚的是 因为这事 还渐渐害死了丈母娘 因为 他和丈母娘 一直保持着不伦的关系 丈母娘见女儿死后 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她 于是对女儿的愧疚 他也服毒了 所以铁柱现在很犹豫 是要去自首 还是自活了断 但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他都想要再做出决定前 和舒芒静静地放松一次 然后 两人去了娱乐场所 逍遥快活 一群优雅的华尔兹 吸引了在场 所有人的目光 再然后 两人回到了屋子里 发生了肌肤之亲 隔天 舒芒自知 自己已经从身体上 背叛了儿子 背叛了爱情 他累了 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临走前警察告诉他 铁柱将自己绑在了胶石上 已经凉凉了 应该是 为罪自尽了吧 舒芒不想听这些 与自己无关的事 他开车离开了小镇 在路上 阿伟拼命地追赶着 让母亲停下 不要走 而舒芒只是淡淡地说 孩子 要加油啊 好好地活下去 不要再来找我了 下辈子 希望我们不要再做母子 然后 女儿慢慢地消失在了 男孩的视野里了 故事到此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